罗维的防长称还有两年时间准备战争 北约是准备在2026年正式对俄罗斯开战吗 这期节目上就说这个话题 2024年6月3号 罗维的国防部长埃里克·克里斯托弗森 给美国彭博新闻社写了一份声明 表示俄罗斯正在重新成为一个常规军事强国 能够对西方发起主动攻击 在此之前北约只有两到三年时间来备战 为此罗维正在全力的增加国防开支 将达到GDP的2% 罗维军方的这个表态听起来是非常的无厘头 虽然罗维是北约成员国 但乌克兰战争距离罗维还远得很 俄罗斯也从来没有表现出 对罗维有什么直觉的武力威胁 这么一个世界角落里面的小国 质疑如此上头吗 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会这样想 可能和我们常看的地头有关系 中国出版的地头 一般是把太平洋泛的中心位置 所以罗维看上去来是在世界的左上角 但地球是圆的 如果我们把北边洋泛的中心位置的话 视觉效果就完全不同 你就会发现 罗维与俄罗斯不但是在陆地上接壤 而且都是巴伦之海的领海国家 两国的陆地边境虽然不长 但罗维当面有一座俄罗斯城市很著名 那就是北方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摩尔曼斯克 距离两国边境只有100公里 也是俄罗斯最强大的核潜艇基地 俄罗斯唯一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也停靠在这个地方 一旦俄罗斯与北约冲突表面化 俄罗斯绝不会容忍自己的核心军事基地 处在北约陈阳国的近距离的威胁之下 所以罗维的担心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摩尔曼斯克当面 罗维却却没有什么像样的城市 罗维一共只有500多万人口 多寿在面向大西洋和波罗的海的几个城市里 在巴伦之海沿岸只有几个渔港 与俄罗斯接壤的谢尔克内斯虽然风光秀丽 但只有3000多人口 如果俄罗斯和北约真的动起手来 罗维那就是案板上的鱼肉 那罗维人对俄罗斯的态度怎么样呢 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 高层反俄基层躺平 1949年罗维就加入了北约 试图用美国的军事保护来克制自己对苏联的恐惧 美国也非常看重罗维的战略位置 特别是导弹时代来临以后 巴伦之海成为苏联最重要的核导弹海上发射阵地 导弹从这个地方飞行到纽约只有6700公里 条件很优越 所以罗维海军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保护美国的第一道防线 为此美国是大力的建设罗维的反潜力量 对苏联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前几年美国还帮助罗维建造了五艘宙斯顿护卫舰 试图对俄罗斯的潜射导弹在上升阶段就进行拦截 因此罗维这个小小的北冰洋国家 对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威胁是非常现实的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 罗维作为一个小国多次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甚至还提供了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2023年初 罗维议会通过决议分五年 向乌克兰提供74亿美元的援助 对于罗维来讲这是在下血本 这次罗维的国防部长亲自在美国媒体发表文章 大谈北约如何备战俄罗斯 进一步体现了罗维上层对俄罗斯关系的定位 那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敌对 但是在罗维的军队的基层 却对反俄不是很感冒 罗维的视频很清楚 自己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 被俄罗斯这样的核超级大国 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这结果是什么好事 因此罗维军队 特别是罗维的海军 总是抱着一种当兵吃粮应付猜事的态度 服役 2018年 罗维海军的诸斯顿的护卫舰赫尔格因斯塔号 参加演习以后 不慎与一艘游轮相撞 其实战舰是受伤很轻很轻 但是船员们就不管 拔腿就跑 把这一艘价值5亿美元的战舰扔在海里不管 最后居然沉没了 2019年 惠舰被打捞出水 检查以后发现已经没有任何修复价值 对这一起严重的事故 罗维海军查了四年半 最后仅判处当时的直根军官60天的缓刑 可见 罗维的基层部队对什么反俄保美大业 基本上是没什么兴趣 假如真的有那么一天 俄罗斯和北约发生了直几的冲突 罗维显然会在俄军的第一批攻击目标之内 到那个时候 罗维军队会坚决抵抗吗 我们翻看一下罗维的历史 就发现这个国家是从来没有打赢过 任何一场对外战争 二战期间 几个小时就亡国了 照这么分析下去 下一次战争 罗维照样坚持不了太久 好 这句话节目就说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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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